5月的第二个礼拜天就是母亲节 母亲节前夕县府特别连结了中华道家人文协会 帮弱势家庭的照顾者圆梦 依照顾者的需求制赠大型的家电及家具 而中华道家人文协会并且制赠了299条的母亲节蛋糕 给弱势家庭的照顾者及妈妈们 由县长代表接受 县长除了感谢协会的大爱精神 也向现场辛苦的照顾者及妈妈致敬 县政府和道家人文协会日前举办爱九九 原心愿以及弱势家庭妈妈圆梦计划 除了捐赠299条母亲节蛋糕给弱势家庭之外 今年更针对弱势家庭的需求 自赠家电家具以及民生物资 今年已经是我们协会在一岸地区连续第四年 举办母亲节蛋糕捐赠活动 我们今年蛋糕捐赠的数量增加为299条 299这个数字象征着爱九九 也代表着母亲的爱九九 以及来自社会各界的爱九九 而且我们今年更特别的是 我们要帮三户的单亲家庭 来完成他们的母亲节的圆梦计划 要帮他们实现他们的那个母亲节的愿望清单 包括要添购除湿机循环扇电子锅以及床架跟床垫等等 希望这些母亲节的礼物能让他们感受到非常的温暖 县长林志庙特别感谢道家人文协会在这个温馨的节日里 给予这些妈妈的祝福 也邀请大家一同关心身边需要协助的家庭 邻居小小的力量 让爱心无限 共同打造更友善的宜兰城 也一起拼出宜兰好生活 那其中呢有两户的家庭 这个一户是阿嬷呢 就是带领着女儿的孩子养个孙子 那这两个孙子呢 就是以言有落后 那这阿嬷呢赶快呢 跟我们的社会局的社工 以及老师们呢 就是来教导 在另外一个家庭呢 就是单亲家庭 那这个妈妈呢 因为呢 1年前她的丈夫车祸死亡 所以亲自带了两个孩子 所以呢 她以她的经验呢 能够需要呢 有这些单亲家庭 或者需要帮忙的 能够跟她一起来 共同地度过了这个 非常辛苦的日子 所以呢 这都非常的伟大 这些爱心蛋糕 将由社福中心的志工 送到个案家中 并祝福她们母亲节快乐 宜然新闻记者 赖福星采访报导 好吗 谢谢大家